秦始皇身上最大的一团,2000年来都是各种猜测,至今没有准确答案,秦始皇出生于今天的河北邯郸市,在他13岁的时候就正式登基为王之后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以咸阳作为都城东方六国家力进冲后宫,他认为自己的功劳无人能敌,所以跟大臣们商议,将自己的尊号改为始皇帝。 根据史料记载,秦人在秦孝公之后对于立后和立太子之事,已经制度化了并且秦国在发展壮大的过程,终其各种国家制度,已经相对完善甚至在秦统一中国后,更是全面建立了各种制度,并且定出了皇帝的正妻为皇后,母亲为皇太后等制度。 而且我们都知道在皇帝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就是立太子和立皇后太子,将会是国营的继承人,而皇后则担负的是母于天下的神圣使命。 可以说,历史上的多数皇帝都对立后之事,很是重视但是令人感到很疑惑的是,在秦始皇统治的三十九年时间里,他一直都没有立皇后,而且在秦始皇陵园内也没有皇后陵墓。 致使秦始皇陵园内一幕,独尊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并不是他来不及立皇后,而是他并不愿意秦朝虽短,但是秦始皇有充足的时间。 立皇后这其中有几点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跟他的出身有关。 据现有的史书记载秦始皇母亲召机行为,很不简点最开始他的母亲嫁给了一个商人吕不韦但是,之后在怀有身孕两个月的时候被吕不韦献给了后来的庄香王。 庄香王死了之后,已经是太后的他仍然不知道收敛自己的行为,不仅跟以前的吕不韦还有旧情,而且还跟另外一个男人烂矮私偷,甚至生下了两个私生子可以说,母亲的种种行为在秦始皇的心里,埋下了不堪的种子。 这使得他的性格变得很是复杂,并且在其掌权之后,下令将母亲赶出都城,将其两个私生子活活摔死。 因为对母亲的不满所以后来转化,未对一切女性的仇恨,就算他的后宫有三千加厉,但是他心里却是十分鄙视他们的可以说,秦始皇只是把女人当作泄愤和满足生理需求的工具而已。 所以因为母亲的不守护导,给她的人生带来了心理阴影,让她不再相信,女人最终,她也不愿意立皇后了。 第二个原因是她立皇后的要求太过严格。 我们在前面也说到,秦始皇在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间历经九年的时间将六国一一灭掉,最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开辟了中国封建制王朝。 这些何然而,在王朝建立初期她最着急的是为自己想一个独一无二的称号,以此来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于是便召集多位大臣一起商议。 后来经过多次商讨,终于创造出了始皇帝这个,个称号从这以后这个称号就变成了国家统治者专属的称谓。 之后的朝代也都沿用这一称号秦始皇,之所以喜欢这个称号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她认为自己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是上天赐予的,第二个就是她心里并不满足于当人间的统治者,她的最终目标是要当神所以正是因为她对自己地位的无上认可最终。 她认为的皇后必须是一个能够跟她的身份地位相匹配的女人但是,即使后宫有很多地位尊贵的家里,竟然没有一个女人能够满足她的要求所以,这也是她不愿意立皇后的原因之一。 第三个原因是她的志向远大认为皇后会阻碍她的前程由于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最终使其养成了刻薄、多疑的性格,那个时候正是各国相争的局面她连年征战,平定四方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各国统一。 如果她在这时候立皇后的话,可能会对她远大理想的实现有所妨碍。 第四个原因是她是一个工作狂,秦始皇每天都要处理众多的事物公务十分繁忙,根本没有时间来考虑后宫的事情,同时这也让她省去了各种不必要的麻烦。 不仅如此,她还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任务,那就是每天都要完成一时的公务才能够休息。 而那时候的一时,相当于是现在的六十斤,而且她每天都要批阅纳,那么多的竹筒从不假手于人,肯定就没有时间顾及其他的了。 第五个原因就是她妄想追求长生不老之术。 我们都知道在秦始皇统治的后期,为了能永远享受荣华富贵,的她开始追求使人长生不老的方法。 因此,她就沉迷于各种恋丹之术多个江湖术士,都纷纷前来投奔她。 她不仅多次寻访以前的六国旧地,还派遣大量的术士,去所谓的海外仙山求取仙药。 最终被一群所谓的术士蒙骗,仍不自知,可以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她不惜耗费巨资。 但是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所谓的先要呢? 因此,多数情况下都是无功而返,也因为秦始皇对这件事情的浓厚兴趣和不知疲倦的追求,转迷了她对其他事情的注意力,对很多事情少了兴趣。 所以,她就将立后这件事情抛之脑后了宗上,因为这几点重要的原因,秦始皇一生都没有立皇后,同时她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皇后的帝王。 她是一个孤独的帝王,当她站在最高处,俯瞰脚下的万里山河,使她身边竟然空无一人。 参考资料史记,中国唯一一个美丽皇后的帝王。 请不吝点赞设计划 我们去复杂计划 到 pier连 打赏了 打赏了 一